人身上的肉是妈妈给的 骨头是爸爸给的 损伤了皮肉 孽障一般来自于妈妈 损伤了骨头 孽障一般来自于爸爸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生命的序曲是几声哭泣 而终结却只是一声叹息 师父还说 也就是说 人的生命是在几声哭泣中开始 在几声叹息中结束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修学书上的心灵法门一年 见证佛法的神奇 我修学书胜的心灵法门已一年了 让我见证了无数的灵业案例 真正体会到佛法的神奇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我是2022年9月中旬 开始修学心灵法门的 进入后就努力念功课和经文组合小房子 特别喜欢读诵白话佛法 因为白话佛法通俗易懂 师父用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讲解深奥的佛法理论 让我们懂得人成积佛成的道理 我每天读诵八篇以上 让我破迷开悟 每天听师父开始录音 让我心开意解 法喜充满 分享一 菩萨保佑顺利安装佛台 我家原来的佛台很小 只供奉了西方三圣的像 去师兄家看到心灵法门的佛台 真的是很庄严 法喜 我想 我已经在修学心灵法门了 要一门精进 我家也应该安装心灵法门的佛台 2022年12月中旬的一天 把我的这个想法告诉师兄 师兄马上帮我去结缘法宝 然后我在网上购置了一些 安装佛台必须用品 因为当时临近年底 快递收发很慢 我每天上香的时候 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 让我结缘的诸佛菩萨宝像 和背景化能够早日到 自从我发心要安装佛台之后 佛台上的香打卷了 学佛念经两个多月来 是第一次打卷 太发喜了 观世音菩萨真的有求必应 师兄寄过来的法宝很快收到了 我请先生帮我改装佛台 他虽然不是木匠 但是他也很努力地紧锣密鼓地做准备 加班加点帮我扩建佛台 在农厅12月22日那一天 我们终于把东方台的诸佛菩萨 恭请上佛台 当时香就打卷了 菩萨来加持了 佛台庄严 佛光普照 从此之后 佛台上的香时常打卷 法喜充满 有诸佛菩萨加持 家里的气场也更好了 分享二 经文组合小房子加转功德 菩萨保佑孙子退烧 有一天晚上 六岁的孙子发烧了 吃了退烧药也不管用 到晚上高烧39度多 第二天上香 我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 许愿为孙子的药精者 烧送13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并烧了5张 白天热度退了些 到了晚上又是39度多 连续两天晚上高烧 经文组合小房子完成后 还是高烧不退 正是特殊时期不敢去医院 怎么办 我咨询了师兄 师兄说 可以转功德 消业障快 因为刚学佛不久 也没有多少功德 我就把读诵 佛言佛语的部分功德 转给孙子 祈求观世音菩萨 慈悲加持 保佑我孙子 消除高烧的业障 身体健康 观世音菩萨 千处祈求 千处硬 用功德 消业障 立竿见影 孙子的高烧 真的很快退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慈父 佛言佛语的能量 真的很大 我们每天要多读诵 分享三 神奇的经文组和小房子 加念礼佛大畅悔文 让脖子上的淋巴肿块 很快消失 2023年清明节期间 因为帮家里人念了 很多经文和小房子 可能被咽了 有一天忽然发觉 脖子上出现了淋巴肿块 大概有一个橄榄 那么大突起 并且喉咙也痛 当时有点紧张 转而一想 我们学佛之人 有菩萨保佑 可以念经化解消业 于是我向观世音菩萨许愿 给我的药经者 念诵108章经文组和小房子 21章一波一波的烧诵 念诵108遍 礼佛大畅悔文 每天五遍 祈求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我 消除导致淋巴肿块的业障 许愿后 我积极行愿 人有愿力 有行动 一定会得到菩萨的加持 愿力还没有全部完成 脖子上的淋巴肿块就消失了 神奇的是 之前读诵白话佛法时 声音沙哑 读着读着 喉咙不好受 竟然连喉咙也好了 现在 读诵白话佛法时 声音不再沙哑了 佛法的力量真的不可思议 经文组和小房子灵验无比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菩萨加持我儿子 四十多度的高烧 神奇的好了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前天中午吃过午饭 过了一会儿 我儿子跟我说 他脸红 脸还热 我看了看 他脸是有点红 觉得没事 又过了一会儿 他又说脸热 头也不舒服 我就摸了摸他的额头 感觉也不怎么热 就拿体温计 给他量了量体温 结果一看体温计 数字到头了 四十多度 我以为没量准 我以为没量准 又量了两三次 还是四十多度 就赶紧给他吃了一粒退烧药 在佛胎前求菩萨保佑他 能够早点好起来 同时许愿放生三百条鱼 十张小房子给他的药精者 立马就往医院赶 在去医院的路上 赶紧又念了心灵密码 求菩萨保佑他 到医院挂了急诊 又量了一次体温 感恩菩萨保佑 体温正常 医生帮化验了血 化验报告没有什么大问题 开了点药就回家了 前天从医院回来到今天 孩子一切正常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 自卑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有关冬至的佛学开示 一 有关冬至的玄学意义及民间习俗 五 中原清明 冬至过后的一周内灵性也很多 选择2018年9月2日 悬疑问答 同修问七月能坏夫妻床吗 师父答 七月十五前一个礼拜和后一个礼拜都不要动 因为灵性太多 请问师父七月十五的第二天 灵性一般被地府收走了 为何后一个礼拜也灵性多呢 没有那么快的 我问你啊 你度假 有的人请假晚回来 有的人请假早回来 你不是跟你现在问我的问题一样吗 哦 懂了 那清明和冬至 也是前一个月 家后一个礼拜 灵性多吗 同样适用吗 对啊 同样适用的 感菩萨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大家想一想 什么东西可以执着 眼睛一眨过去的都过去了 一切都不复返了 人的悲哀 以出生时的啼哭开始 死的时候随着一声叹息就走了 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所以 一定要懂得修心念经 来延长自己的寿命 延长寿命 是为了救更多的人 帮助众生 还清业障 而不是为你自己 哪怕是救自己的孩子 也是在救众生当中的一个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使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